哎 气死了 这爸爸永远这么不靠谱 还好回来的及时 赶紧给儿子做点好吃的 谁说豆腐美女娘 她可是素有植物肉的美称 看上她老妈的厨艺 那可得比肉还好吃 过了炸饭的豆腐只需要煎一下 为了防止煎火 手忙脚乱 我先马完再开火 脆皮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吃了 都不需要再调味了 这个菜受欢迎是有道理的 外面是脆的 里面还是嫩嫩的 刚才煎豆腐的油正好再炒个肉末 过桥豆腐火了很久了 除了料汁之外 最让我喜欢的是处理豆腐的动作 豆腐肯定不能用铲子动 浇上蛋液 刚才炒的肉末配菜一搭配 料汁一浇 简单好吃的过桥豆腐就完事了 这柔滑鲜嫩的 及营养颜值预生 还可以直接就着锅吃 冰箱还有个日本豆腐 做成她最爱吃的酸甜口 小朋友好像都对 番茄酱情有度重 料汁调好也就成功了一半了 这个豆腐也是先裹个淀粉 也是煎到两面金黄 加出来留底油来炒酱 三毛爆香浇入番茄料汁 炒香在下煎好的豆腐扒了均匀 这酸甜口的茄汁豆腐也就好了 这色相肯定是一上桌就会被秒光的 酸甜可口 儿子都能多吃一碗 来啦 哎 赶紧总想吃 哇 老妈以后凭凭不起的豆腐 千万你做的这么惊艳 太感动了 嗯 美味 焦脆 嗯 为了表现我是个孝顺的孩子 我剩下午初老爸 我妈做的豆腐大餐吃了个干净 亲自给我的蛋糕 小吃 当当当 满足你 嗯 嗯 不行 哈哈哈 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生活 哎呀 出外出东西 啊 这么多啊 嗯 那么上哪儿掉的鱼 嗯 哈哈哈 要不咱俩买一套 要不像糖糖糖出来了 哎 哦 好好 快走 啊 哇 这下可以了 快走 拿下 快走 那么上哪儿掉的鱼 怎么还有老骨斑 哎 它俩今天反常啊 吊到这么多鱼 居然还有淡水的老虎斑 啊 黄拉丁还有草鱼 总共有三种呢 没想到收服还挺丰富的啊 啊 这下老实了吧 老虎斑我也没处理过 反正就是把鱼头弄下来 鱼身肉片下来 前提是你得准备把锋利的刀 否则磨刀挺累的 处理草鱼我就比较在行啊 鱼头鱼尾去掉 关键是新鲜 只要把两侧这根线抽出来 做出来就不会行不拉几了 草鱼我就这么切吧 我这刀不快也没招了 黄拉丁就划几刀得了 妈 我弄老快点 好了 快了 他们钓来的这三种鱼 都是同样的烟法 烟鱼是最快的了 十分钟就好 前面的步骤搞完 做就更快了 油锅葱油爆个香 加瓶水 老坛酸菜打不太辣 就把老虎斑做给儿子吃吧 先把鱼头鱼果煮个三五分钟 然后再下鱼片 还有儿子爱的鱼豆腐 再煮个两三分钟 倒到烫过的生菜底里 为了防止碎得先盛鱼 后把汤浇进去 哇哦 这品像坑比饭店啊 嗯 好吃 那黄拉丁就做金汤酸菜的吧 有点微微辣 刚好是我喜欢的 金汤嘛 虽然得配点虫草 和我爱的木耳豆腐 三分钟齐活 这个时间控制的正好 肉质又嫩又鲜美 牛爸总炒着要吃辣的 今天就用他钓的草鱼 满足他吧 哇塞 这红油咕嘟咕嘟的 看着就超有食欲 看我这手艳 用了二十分钟就做好了 看着不错啊 上火带你去掉啊 这个不辣 把他护 哎呀 鱼都做好了 我当时他有鱼啊 哎呀 我看到他们在超市买鱼了 哎呀 这么多你们也吃不了了呀 辣的你们也不吃 你们留一份就够了 哎呀 你别笑 妈 这在到哪了 让我看一下 啊 没收到啊 哎呀 不是三单元 是一一单元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西红包啊 嗯 快递送错了 啊 不是隔壁那个女邻居吗 我去要回来 哎 走 你又回来了 嗯 又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要回来的 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不过就是被他给煮熟了 熟了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要等 只不过 只不过好像是蛮四肢啊 没事 能要回来就已经很好了 啊 终于可以开始蒸我的蟹黄汤包了 每次儿子和他爸吃螃蟹 都只啃个黄 其实不就是懒得疤嘛 所以做成蟹黄包 那一口下去全是蟹黄蟹肉 那肯定超满足了呀 哎呀 不知不觉疤了一整天 终于搞完了 满满一大盆 现在先把蟹黄炒出蟹油 炒这个就用橄榄油 再把蟹肉放进去翻炒 往往最美味的食材 要用最简单的调味 一点点盐即可 这个季节的蟹黄啊 还真是满 炒好那一会儿来搞面 扔给和面鸡 再生事不过了 汤包最需要的还有这个 提前熬好的猪皮丼 混合肉馅先调个味 肉馅的搅拌 一定是顺一个方向 再把炒好的蟹肉 混合进去继续搅拌 搅拌好的馅 看着就已经很馋了 接下来就是包 作为一个北方人 突然对汤包的褶 有点无从下手 哎呀 不管了 随意捏着看吧 但是好像有点丑 没事 再来 这一次我找过技巧了 大拇指压的馅捏 吃吃好多了 所以老话说熟能生巧 那是有道理的 外面八十八一个的大汤包 我包了八个 还把各种规格都安排上了 这样才不枉费我八颗 一天的辛苦 我也学着像饭店这样 独立聋征 没想到还真是可以熟的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蟹黄包的流汤了 每次看到这个画面 都超治愈 这一口下去就爆的汤汁 太满足了 今天我可是蟹黄包大火 哇 这么大一个汤包 这几下饭吃的才过瘾 哎 你去喊朋友跟我一起吃 哎 别喊了 我来 哎 俗话说 远亲不如姓林 这么多 你们也吃不完 我帮你们解决呗 就不劳你费心了 哎 你这孩子 昨天你干嘛用招手骗我 阿姨 你看 牛儿不嫌弃 坐来一起吃啊 what 哎呦 你们一家可真够买菜的 自由着吃吧 妈 你看 黄鱼 年糕 排骨 水果 哪来这么多菜啊 哦 搁他一个收尾送的 说咱们家被评委了 会生活的家庭 嗯 哪个叔叔 不认识 但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哎 就是他 就是他 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的礼物也是非常有寓意 会生活 淘菜菜 买菜就上 淘菜菜 走 哎 这 这不是阳迪吗 大家挺有眼光的嘛 什么 咱们家 你就去寓衣菜嘛 这都难道你老妈吗 我给你来个 一鱼两吃 做鱼首先得看刀工 很显然 这玩意儿我没用 管它3728 能处理好就是王道 留一条完整的 待会儿炖 这一条把肉厚的部分剔下来 先横刀再竖刀 切完呈现出一朵菊花 这道菜俗称菊花鱼 哎呀 差点忘了姜片 另一条也腌一下 这一道 据说叫黄鱼年糕 先把菊花鱼洗干水分 再裹上满满的淀粉 然后再放油锅里炸 炸到金黄捞出来 待会儿再搞料汁 得先炖这个枕的 也是两面铺满淀粉 换个平底锅 给它两面煎一下 盛出来料一遍 再先爆个料汁 为了避免匀碎掉 我总是先调好味道 再放鱼 先焖煮个十分钟 再把黄鱼的最佳搭档 年糕丢进去 再大火五分钟收个汁 黄鱼的第一道玉翼菜出锅 据说这是好多饭店的招牌呢 鲜香肉嫩的鱼 配软糯糯的年糕 不愧是饭桌上的人气菜 摆好盘的菊花鱼 浇上番茄料汁 这算是迷你版的松鼠鲑鱼了吧 至于这两道菜的玉翼 看看牛同学怎么说 儿子 这两道菜的玉翼 看得出来吗 哇 这个我知道 花开富贵 多富贵鱼这味道 这个 年糕 你人家有鱼 有我在美食不重量 淘宝搜索淘太太 会生活和过日子的 都在这买菜 呃 门银 哇 我还不能送上吗 银银 快快快 猜收起来 鱼鱼 二 走走走走 月经常 走走走走走 我会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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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